就是这家了 酱香兔藤椒鱼特色火锅 和熊喜中和兔并列为 中和最好吃的两家兔火锅 他们家生意好到什么程度呢 瞧瞧 老板娘一边算账 一边懒客 一边还带瓦 同时推荐了 她经常来 确实可以啊 所以我们就过来吃了 妈妈给我推荐了 没有没来吃过 我是听到他们说的是 这个地方上要吃 而且我经常已经过这个路 应该还可以 这家店是以兔和鱼 为主题的火锅 不过很明显 兔比鱼更加受欢迎 卷菜很健康的 你卷杀 卷头卷杀 然后在我们香料比例中 这个也是融入 传这个中油的一些道理 然后呢 有一些就是起锅的一些作用 如果是吃了你第二天 如果是感觉肚子不舒服 或者把肚子捏操作 这位呢 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骆云平了 他和骆太每天都亲自在店里 忙上忙下 特别接地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只是服务员呢 这个店开了有八年了 八年多了 同样在中泽 同样卖兔火锅 雄喜中和兔 早已名声在外了 不知道对于骆云平来说 会不会很有压力呢 我们是主要是做口碑 没有气 我们到现在都没团都没啥 都没做人也会宣传 主要是相当于是 实在就是做瓶子做口碑 不是推广 不上平台 就凭着老客带新客 以及时刻自发的朋友圈宣传 就能每天有这么好的生意 那真的算是相当厉害了 我觉得这里跟另外一家 烤火锅比起来呢 一个是空间会小一点 所以这个空调吹起来会凉快一点 至于这个嘈杂的感觉呢 两边都是差不多的 就因为人气太旺了 所以呢这个人生顶对的 你想要安安静静地吃 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然后另外它的味道呢 我觉得其实两家店 都是蛮好吃的 但这一家呢 让它酱香味会更重一点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的兔腰 你看它是用牙签穿起来的 这样在吃的时候呢 其实会造成一点点的困扰容易 觉得追吧 所以可以跟店家建议一下以后 就不要用这个牙签穿起来了 这个兔腰呢还是蛮新鲜的 就是基本上都会爆姜的感觉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两家兔火锅 做法和味道都不完全相同 所以可比性呢其实也不大 爱吃兔的换着吃 又想吃兔又想吃鱼的 那选这一家就对了 这家店火锅是双料 老板也是双料 洛云平跑堂 洛泰招呼客人 两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 小夫妻创业也着实不容易 每天生意火爆忙得不可开交 女儿呢也被迫在店里写作业和玩耍 见缝插针带娃 说好的面店怎么没人吃面 吃一会儿嘛 牛汤 两半菜也是很好吃 二年五年七月不开的 到现在都是四六年了 我出去老汉 收回还是可以的 收回还是可以的 开了几十年的老店 当然是希望子女可以传承下去 可是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 并不是所有的老字号都能被传承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样的一家面店 吃一会儿嘛 牛汤 然后下来家的这个火锅失败 二年五汤 他们两半菜也是很好吃 说好的面店怎么没人吃面 第一次开始我们就吃 现在来买的面超爽的 每次吃个味道还可以 他们就想一看 晚上在这吃 怎么在这吃 他们说我们平衡一点在意 就建议我们切了啥菜的 对呀 谁说面店只能卖面 不过面店的面 必须得拿得出手 这家口味鲜的面 最特别的就是他们家的料 吃起来有点像勃勃鸡 如果你追求口味 绝对是amazing 如果你追求健康呢 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油腻 同样的口味还有超手 这两样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 不过丑丑全场 好像吃其他菜的人更多呢 他们点还有好多鸟呢 有两个缩鸟吧 去经常在他们家吃吗 嗯 对 吃了有多久了 好几年了 大个小姐他们点的呢 我住在这附近的 我们从小就在这 你一般是中午吃吗 中午跟晚上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住得比较近 就是属于的人 成老虫多的味道 食命大家都还是比较运异 于这些时候呢 感觉味道比较好 我们是2005年7月分开的 到现在都是16、15年了 知道吗 现在大财备都会出的 我们这里就适合 适合比如上班的啊 或者是居家的啊 过路的啊 或者是外籍人 一边是家的 我们也是属于这种 在店里不难看出 这是一家夫妻店 老板娘忙着点菜收钱 老板呢就忙着上菜 虽然非常忙碌 不过能看出 两个人都是相当熟练的 要说环境 真的是有那么一点普通 可是午休时间短 上菜速度超快 绝对是这家店很大的优势 虽然是小本生意 不过老板也有着大大的梦想 当然还是想把这个 传给自己的子女呢 把自己经营下去 毕竟是做一二十年的 一二十年的事业吧 虽然不是好大的成就呢 但是还是有小的成就感 传成啥子 我忘记了说变毛球 放着家里的老字号餐馆不继承 跑来跟小编枪饭完 看来这位参二代 也是一位拒绝躺平的年轻人 那就放马过来吧 我喜欢做事就等他自己做 要做开心的事情 为了我们这个店 就自己慢慢来 我们还是想自己多开 这家店把这个店租大租起来 摆好摆好摆好 你还不行 起码就摆在这儿了嘛 摆摆摆摆 摆摆摆摆 摆摆摆摆摆 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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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女儿 但是她儿老 对的 你儿嘛 但是我们的粉丝不二生 各位粉丝 我们今天到家来吃好吃 吃一老鸟 好好吃 好辣哦 对头 这场火锅争霸赛 我们来喽 这家在龙泉艺开了十几年的 帕尔哥老火锅 自称是妖片王 那妖片就是他家的 C位担当 三杯 来 这妖片 他们家里面的 面面武器就是妖片 来来来来 一起来 哇 八四 一关正哈 你来我去看 我们家的特色就是大刀妖片 每天都是经过 在大厂里面进一条新鲜的腰子 每个大概是在三道十两左右 新鲜的腰片 再加上有着十几年操刀老师傅的精心处理 腰片的大小 后果都相当考究 来 你们的腰片 身材均匀的腰片 在翻滚的红辣麻香中 走上十五秒 带给舌尖和味蕾的美妙 是众多时刻无法拒绝的诱惑 大事的办不敢喊 哎呀 这边就无事要喊 家人要加八二糕 火锅要吃八二糕 对 你看 好可惜 两个干喊的面 好可惜 本来是说 真是说 真是说 非常口碳 再有这个花椒面了 哎呀 好奶油 好奶油 有厚 有大 有肥爽 吃到最把头尖 是什么的 可以吃东西的 东西的东西 吃到这个再喝点我们家的饱 感觉都不一样 好 吃喝点 太烫了 好酸 腰片的成功出味 博得了充分团的一致好评 那接下来 从菜品到锅底 从服务到价格 试进味道帕尔哥的综合评分 能否冲出重围 让粉丝和时刻为他点赞投票吧 那这家店是重庆味的火锅 你觉得重庆火锅 重庆火锅有啥区别 我觉得就像 这个 这个我女朋友的性格 很直接 就直接到我心里面 这种感觉 我腾部这边口味就比较开心 我就喜欢这么笨棒的感觉 四川火锅这么霸赛 你要不要给他们投票 愿意愿意 我觉得这个锅底的话味道比较厚重 也不稍稀稍微的 很不错 我看你皮肤那么好 是不是平常家都是吃了火锅 就加多饱饱身吗 那必须 我火锅吃多了那一罐 我看这个加多饱饱还是可以的 现在他们是车家了 四川火锅这么霸赛的 投票 你得不得每天这么投 这肯定的 你就是老板的亲戚 你得不得这么投 咋个投票呢 就是关注这个吃八方公众号 然后直接在里面投就可以了 对 我先一次过来就可以给他们投票 就可能得到一百块钱我们开的消费券 我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我们这边的菜 哪个菜最有点谁 腰片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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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我们要参加这个火锅争霸赛 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店 有没有可能拿冠军呢 肯定 肯定有啥 有啥 有啥 谢谢 可以啊 胸啊 都两拍子了 第二拍子也不整完了 肯定不客气哦 好 这家店愿不愿意给他们投票 愿意 好 愿意的话要关注我们下方的链接 对 就给你心爱的地儿 投上一票 来